辽宅之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郭生 郭生是资川东山人 年少时极其喜欢读书 因山村中没有人教他 已经二十多岁 写字的笔划还有许多错误 在这之前 郭生家里就一直闹狐狸惊 经常丢东西 家人深感哭闹 一天夜里 读完书 郭生把书放在暗头 被狐狸用墨汁涂得乱七八糟 最厉害的 字行都难以辨认 郭生只能挑还算清晰的来读 这样 便只剩下了六七十首 郭生心里愤怒异常 却又毫无办法 郭生又积存了二十多篇喜作的文章 等候请教名流 早起却发现 文章散在暗头 墨汁站得浓浓的 涂抹殆尽 郭生更加愤怒 正巧王生因事来到东山 因为一直和郭生关系很好 就来看望好友 王生见到涂抹的书本 问其缘故 郭生把心中的苦恼和盘拖出 而且给他看那被涂得乱七八糟的习作 王生精仔细玩味 发现 涂掉的和留下来的 似乎有他的道理 又看看涂抹过的书本 大底行文啰嗦的 似乎是应该删除 因而惊讶地说 狐狸似乎是有意为之 不但没有害处 还可以给你当老师呢 过了几个月 郭生重新审视自己的旧作 觉得改得确实很好 于是 他改写了两篇旧作 放在案头 以观察有何异常 第二天一早 又被涂改过 经过一年多时间 文章不再被涂改 只是被撒上许多浓浓的大漠点子 满指都是 郭生觉得离奇 就拿着习作去告诉王生 王生看了一遍 说 这狐狸真是你的老师 你的文章现在堪称佳作 准能考取功名 那年 郭生果然中了秀才 郭生因此而感激狐狸 常供他饮食 每当买来 既是平时所作范文明稿时 自己都不加选择 只凭狐狸决断 于是 在之后的两次考试中 一直名列前茅 在乡市中被额外录取为副榜共生 当时 叶妙诸公的文章很得众人喜爱 郭生有一个诸公识文的抄本 爱惜卫质 忽然被一碗浓墨倒在上面 全被弄脏了 几乎看不出什么字了 他又仿照这种文体 拟体写了一些文章 自己觉得写得痛快 又都被弄脏了 于是 他渐渐的不再相信狐狸 不久 叶妙因纠正文体而被收捕 他又稍稍佩服狐狸的先见之名 然而 从此郭生写文章 不管多认真 却总是遭到涂抹 他自以为考试屡次名列前茅 心气颇为高傲 因此 越发怀疑狐狸是在胡来 他故意重抄以前被撒了很多末点的文章 狐狸又都涂抹掉了 于是 他笑着说 这真是胡来了 怎么如此反复无常 便不给狐狸准备吃的 并把毒本锁在香柜里 第二天早晨 锁仍是原样 打开一看 只见封面画了四条杠 每条杠比手指还粗 第一章画了五条杠 第二章也画了五条杠 后面就不画了 此后 狐狸竟然再没有出现 在后来的考试中 他一次考四等 两次考了五等 这才明白了狐狸的意思